大飛翰天下 講好香港的國事 原來是要用普通話講的 任職六年的香港投資推廣署 署長突然宣布離任 招聘廣告只需精通普通話 國安法市合格 這個做了六年的唱好香港的公署 作至因為國安法 因為普通話 他離任 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 傅仲森 他是英國人 這位史提昏先生 他改了一個中文名 但是他在二十四號星期三 突然宣布離任 結束了六年推廣香港工作 現在特區政府重新招人 當然一大堆套話 感謝香港政府 背靠祖國發展 也有大量的中國企業 能夠支持他們 但是實際上 在追新聞上他是這樣說 就是因為他不懂普通話 長期在大灣區招商引資 不行 第二他背景有問題 因為他是英國人 雖然他從事英國大量的貿易宣傳 這些過去的工作是做得很好 但是始終都從中國格格不入 而最重要的就是 國安法 你是外國人 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外國勢力 那你就知道 現在繁字跳中字母 怎麼容許你 你說 因為你不懂普通話 發展不到大灣區 但是我相信 永遠都好 有翻譯 如果不是的 外國人你叫大摩來到的 難道 大摩主席跟你講普通話 你見到Tesla 你見到馬斯克 他在上海發展他的企業 難道他又跟你講普通話 是不是 基本上講這些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而這個職位 人工真的不低 未計福利是28萬月薪 這位仁兄 在英國哪有這麼好 但是都沒有辦法 當政治正確下 不懂普通話 你是外國人 我們特區政府 怎麼會有好東西給你 現在凡事都是政治正確 跟你的資歷 跟你的能力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香港只需要愛國者 其他都是多 就是我們完全明白 也都完全感受得到 這個就是現在的新香港 怪的是什麼 怪你不是中國人 怪你不懂普通話 怪你在國安法底下 你不會唱國歌 這些一脫一脫都是 新香港我們真的要適應 幸好我沒有想著回台灣區 所以我不懂普通話 沒問題的 喂 講廣東話都可以吧 是不是 不是呀 中國現在不給的 你不要以為廣州佛山 我們在廣東地區 你講廣東話 是沒有問題的 人家現在是要標準配置 講普通話 很有可能有一天我走到樓下 買個菠蘿包 然後有人搭著我肩膀 喂 麻煩你講普通話 要不然 我們賣不到這個包給你的 然後我會竖起耳朵 嘩 你說什麼呀 不明白 不明白 那你便沒有飯 就是等於這位推廣公署的老總 你不明白 你聽不明白 你便沒有飯 當然表面上就是他離職 但是實際上大家心知肚明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課金看廣告 可以加入會員和Patreon 大比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